在看火箭發射的影片時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目光都會一直在火箭的本體上呢? 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那些從火箭上脫落的東西,最後都去哪裡了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太空殘骸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最近各國太空活動很多 美國NASA 在2022年11月中 成功發射了阿提密斯一號 跨出了人類重返月球計畫的第一步 半個月前,中國也發射了長征5號B火箭 要將中國自己的太空站零件送到天空太空站上 不過發射之後,卻引起許多太空專家批評 他們認為長征5號B的殘骸砸到人的機率 比其他國家的火箭殘骸還要高出數十倍 而中國政府根本就不管其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才讓我們想到 對,我們好像很少注意過火箭發射後 脫落的殘骸都掉到哪裡去了? 直覺想起來好像都是掉到海裡面 難道真的會砸到人嗎? 所以今天最急,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來了解 太空殘骸是怎麼來的? 太空殘骸的安全風險,真的有專家說得這麼高嗎? 不過,在開始之前,按照慣例 才讓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是行銷人油媽,是否曾經想過 怎麼讓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廣告媒體中 吸引到大眾的目光呢? 或者有限的產品、服務需要把抽象 而且複雜的資訊、有脈絡的解釋給消費者呢? 或許你可以考慮用動畫來解決喔! 簡訊設計長期為企業製作形象動畫 用創意、有溫度的故事傳遞核心價值 而且50%以上的觀眾 會因為動畫而提升對於品牌的好感度 另外,也有專業的解釋型動畫 透過視覺的轉化 一步步讓受眾了解產品的功能或服務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專案 我們的團隊都會幫你從前期計畫到影片製作 幫你規劃好一條龍的流程 此外,如果你還有像是其他的LOGO動畫、頻道片頭 只要是跟動畫設計相關的需求 都歡迎來清下旬喔!價錢都好談! 人類的太空活動 常常會產生一些碎片或是廢棄物 而這些碎片或是廢棄物 如果持續地漂浮在太空當中 它就會被稱作是太空垃圾 而如果能夠往下墜落的話 大部分就會因為空氣摩擦的關係 在掉到地面之前就燃燒殆盡 但有很少部分的碎片 因為太大,或是材質很難燒 那就有可能墜落到地表形成太空殘骸 以火箭來說,底下的推進器 會在發射的過程中一節一節脫落 但麻煩的是,它們在落下時受到的空氣阻力並不固定 可能會受到陽光照射、天氣、高度等因素的影響 因此很難預估脫落的推進器會不會少光光 也很難預測明確的掉落位置 那雖然地球表面上有7成是海洋 再加上人口密集的地方,主要是以城市為主 這些碎片要砸中人的機率其實非常低 但畢竟這個機率也不是零 所以為了盡量避免砸中人 國際上的慣例是 火箭在設計時,就得要想辦法降低這個風險 例如讓殘骸在落入大氣層之前 就要讓脫落的部分分解成小碎片 讓它們在大氣當中更容易燃燒殆盡 或者要使用鋁之類溶點比較低的金屬來打造 讓它在落下時更容易被空氣給燒掉 此外,有些推進器部位就是必須要承受高溫 它們很難完全被大氣燃燒殆盡 所以還有一種做法是 當推進器將東西送到太空時 它們會再次啟動引擎,引導它們射進海裡 目前的國際慣例是認為 太空殘骸掉下來砸到人的機率 如果落在1萬分以下的話 就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風險 不過,這些方法也是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滿摸索累積出來的 在還沒有這些經驗之前 其實也曾經發生過不少天外飛來一塊殘骸的意外 像是1979年,美國最早的太空站太空實驗室 它便易如預期的開始從太空墜落 不過它的殘骸本來應該要落在南非東南方的印度洋裡 結果因為NASA的計算失誤 它們不僅燃燒的速度比NASA預估來得慢 落點也從海裡變成澳洲席埔 還好落下的地方人煙稀少 因此並沒有任何人受傷 但澳洲的護靈員 因此向NASA開了一張亂丟垃圾的罰單 一直到最近的10年裡面 這類的意外還實有所聞 例如2011年有兩顆人造衛星 分別在9月以及10月墜入地球 又像是2021年SpaceX的獵鷹9號 在發射後因為意外爆炸 碎片就落入了美國華盛頓州的一處農場裡 那話說回來,這次的氏主長征5號B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引起各國太空專家的抨擊呢? 這次事件中飽受批評的長征5號B 是中國長征5號系列的火箭 它是中國目前最先進的火箭 能夠將25公噸重的東西 運載到距離地面200公里高的位置 一般來說,有能力能夠把20到50公噸的火箭 送上低地球軌道,就算是被算作擁有 大型運載火箭技術的國家之一 算是非常厲害的太空技術 那目前有這種太空科技實力 除了美國跟中國之外 就只有俄羅斯,以及歐洲的太空總數 長征5號系列會出現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建設中國自己的太空站 原本中國也是要使用國際太空站的 但是2011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限制中美兩國在太空方面的交流 中國也因此無法使用國際太空站 所以才決定要自己改革 中國設計的天宮太空站 採用的是模組化設計 讓太空站未來可以根據新的需求 擴充太空站技能 只要不斷發射新的火箭 把新的實驗艙送到太空 接上太空站就可以了 到目前為止 長征5號B運載火箭已經發射了4次 而且其中有好幾次都引起了許多批評和爭議 長征5號B最大的爭議 就是它從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考慮殘骸的問題 在長征5號B的設計當中 火箭發射進入太空最大的核心推進器 一旦脫離火箭本體 就不再控制它掉下來的過程 因此這些推進器殘骸有沒有燒完 會不會變成殘骸砸下來 還有如果有殘骸會飛到哪裡去 基本上都很難預測 可是中國並沒有改變長征5號B的根本結構 同時它也沒有與各國分享內部的詳細結構 因此專家就算想要估算碎片的落點 也很難估算 根據專家的估算 長征5號B砸到人的機率 接近千分之五 是可以接受風險的將近50倍 像是2020年5月 長征5號B第一次發射的時候 它的殘骸碎片就掉到了象牙海岸的一個村莊裡面 砸毀了兩棟房子,還好沒有砸到人 而今年7月第三次發射的時候 也有部分的殘骸掉到了馬來西亞和印尼 有專家就表示,會這樣無控墜落的 基本上就只有很容易燒光的小型殘骸 或者是大型火箭失去控制的時候才會發生 像這樣什麼也沒做的大型火箭 真的是絕無僅有 針對各國對於長征5號B的批評 中國航天局前官員許嚴松曾經表示 在長征5號B第一次發射造成的象牙海岸事件之後 他們為了讓火箭殘骸落入沒人的地方 一新改進的技術,此外中國媒體也表示 其實在火箭發射之前 都會發布火箭飛行的相關訊息 例如今年7月第三次發射之前 就已經對外發布最後一節火箭推進器的 飛行高度和角度的資訊了 不能說他們沒有對外公開跟分享資訊 因此也有些中國媒體反擊 火箭莫及載入大計層燒熔燒毀 這是國際通行作法 他們認為許多歐美的太空專家 它根本就是在抹黑中國,誇大殘骸可能造成的傷害 這從1957年人類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來 各國的太空活動越來越多 已經不再只有美國官方NASA和中國俄羅斯了 明年期的SpaceX跟藍色起源都加入了這場戰局 每次看著火箭發射的畫面 總是能讓我們很多人非常感動 但在研究了今天太空殘骸的主題跟故事之後 我們才意識到火箭不僅帶來希望 也同時產生許多垃圾問題 隨著太空計畫越來越多 墜落的殘骸大概也會越來越常見 也因此,隨著美國提出重新登月的阿提米斯計畫時 他們也一同提出了阿提米斯協定 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能夠串聯各國 一起找出處理太空殘骸議題的共識座吧 不過目前太空實力堅強的中國跟俄羅斯 都沒有簽署這項協定 太空殘骸問題最後到底會怎麼解? 大概也很難說,我們只能繼續看下去了 那今天最後想問大家 你認為太空殘骸的問題應該要怎麼辦呢? 目前還沒有真的砸到人的紀錄 而且各國出事之後都會修整 有這樣的默契,應該不用特別做調整 比認同美國發起簽署協定 要有共同的公約才能夠約束各國的行為 所以覺得簽協定或簽合約 就跟聯合國一樣沒有什麼約束力 對於太空殘骸問題應該會越來越嚴重 第一,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太空殘骸與長征5號的爭議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跟太空旅行以及太空殘骸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